如果真正把古人修行这一招修到了 业门深复 常识寻修 你就成就了 世尊当年为我们做出了实现 顿悟 为什么能顿悟呢 他顿世 一念之间就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 干净利落 所以我们要问凡夫成佛需要多久的时间 跟你讲真话就是一念 一念诀 凡夫就成佛了 这个诀呢 我们可以用这一部经的经题来说 这一部经的经题 讲修行的 讲修音的五个字 清净平等觉 那我们要知道 这五个字 就是阿六多罗三表三菩提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清净心成正觉 阿罗汉 平等心 平等心成正等正觉 菩萨 佛 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 那就是觉这个词 一念之间 我们 我们知道这个方法 明白这个道理 深信不疑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放不下了 放不下就是不觉 不平 不平等 不清净 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一生当中要想成就 除念佛法门之外 没有第二条路 溃走 这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进修里头的捷径 一生 准能成就 成就早晚 到极方西方世界 成就平位高低 还是在放下 这才知道 放下 放下 多重要 佛为什么要强 这么样强调放下 因为这世间一切 全是假的 你现在想 回归真心 真里面没有假 所以假的 所以假的东西 带不去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公公公公慢 是假的 嫉妇 但被九平往生 三辈九平往生 能在这一生当中 舍报图上平上神 跟释迦佛 跟六族 慧能大师 没脸一样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舍报庄严图 上上平往 放不下 放不下是没有真懂 怎么办呢 这个经多足多听 如果真正 把古人修行这一招 学到了 也门深入 常识寻修 你就成就了 所以 念佛人 这真念佛人 这不是高价的 应该放下的 全都放下 不应该放下的 坚固的执着 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叫我们 支持名号 持就是执主 持就是保持 也就是 支持一样东西 六字 红明 你就决定的 神经徒 心里面有福 心里面意念 口识明 神离境 神离境 那个恭敬心 不能中断 那我没有 跟佛像不对面 那那个恭敬心 还有没有呢 还有 怎么能生起 你不知道 你要真正知道的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他是哪一尊佛 我们念阿弥陀佛 他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在你面前 阿弥陀佛 就在你左右 就在你周围 一切众生 没有一个 不是阿弥陀佛 一切一切 一切皆一 这是四世真相 你要问这什么道理 这经典里 佛讲得很清楚 一切伐 从心相生 阿弥陀佛 也是一伐 他也从心相生 我们如果真正知道 一切众生 一切人 一切动物 一切植物 花草树木 山河大地 全都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 报神 你肯定了 你认识了 你就真的 报神了 阿弥陀佛的 报神了 离尽祝福 普贤菩萨 这一院 你就圆满了 如果你还有分别 这是阿弥陀佛 那个不是的 你这一院 没有圆满 一切一切 一切结业 就大圆满了 我没有修净土 我修其他的法门 能不能往生 能 净土法门太大了 三倍往生里头 最后一段 就是讲 修大臣的 这句话重要 修小臣 不能往生 跟西方极乐世界 条件不符合 他是大臣 他不是小臣 修小臣的 不能往生 什么是小臣 知求自立 还没想到要立他 那就小臣 大臣 大臣信 想到自己 同时就想到一切众生 这是大臣 这是大臣 我要成就自己 我同时要成就 一切众生 也许多不妨碍呀 何必 基督呢 基督 你基督的那个人 对他 对他妨碍 对他妨碍不大 他念佛 照样可以往生 可是你自己 决定不能往生 这个伤害太大了 如果你要懂得的话 你把基督改变为赞叹 随喜功德 那你了不起了 那你自己修行的 别人所修行的时候 都有你的一份功德 在你修持里头 那为什么呢 随喜功德 阿 祢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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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